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不是这次借钱 我还以为我有很多朋友 现在才明白 我原来如此孤独 于是作者也进行了一个实验 向自己的朋友借钱 联系了十个朋友 只有两个人借给他 借钱实验之后 他也认可了魏先生的结论 能借钱的才是真朋友 现代社会 朋友的门槛也降低了 见个面 吃个饭 加个微信 就是朋友了 但是真的遇到了困难 需要借钱了 很多朋友就真的是人生若只如初见了 从这个角度上看 借钱是现代社会很常见的一件决定关系走向的大事 虽然感情是不能用钱衡量的 但是现实生活不是高山流水那般不使人间烟火 解决问题总要用到钱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自己没有钱 所以借钱的一方 目的就是想要借到钱 解决燃眉之急 而对于被借钱的一方 最大的顾虑在于 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这种不确定性 一方面是人性的不确定 虽然是朋友 可能相识多年 可能昨天还在一起喝酒 但人性葛肚皮 人这种生物是自私的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利益面前友情的分量能有多重 而就算他以前很讲信用 人也是善变的 未来怎样 没有人能保证 另一方面 借钱就是把钱的所有权 从一方转移给另一方 未来钱能不能回到自己手里 还是不确定的 可能是主观原因 也可能是客观原因造成的 但不管怎样 让人把一个现有的确定的财物 让独为一种在未来某个时间段 可能收不回的东西 确实是一种风险 换句话说 担了风险却没有收益 钱一旦借出去了 借出钱的人心里备受折磨 会怀疑自己的举动 到底是对还是错 在考验人性的独木桥上 走得战战巍巍 而借到了钱的人 还了燃眉之急后 是及时还钱 还是欠钱不还 甚至继续借钱 这都是自己说了算的 所以 欠钱的才是爷 话操理不操 如果朋友向你借钱 你不借 难免被认为不是真朋友 你借了自己担持风险 还纠结的交心 到底该怎么办 一 别问想借多少 先问借钱的理由 遇到借钱 很多人第一反应 就是脱口而出 借多少 这也是人之常情 借的少 自己的心理负担就小一些 殊不知 这句话一出 往往会有三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 这句话在对方听起来 就是 我有能力借给你 要看看够不够你借的 这一层含义 所以对方也有了 你一定会借给他的 心理预期 这种情况下 你问完多少钱 最后一分钱不借 那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结果 一旦这样问了 其实就是你内心里在衡量 最少借多少 不影响交情 可是 你把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 放到明面上了 对方报个数 自己借不了那么多 打个折 你觉得自己尽力了 可是对方觉得 我都开口借钱了 你明明有钱 却给我个零头 太不够意思了 第三个结果 一般需要用钱的时候 都不是小钱 而借钱的人 为了提高借钱的概率 往往分好几个人 分几批去借 如果问了借多少之后 要多少真的借了多少 借钱一方 很可能后续再来借 认为你有钱又肯借 所以直接问钱书 是吃力不讨好的 听到借钱的话 一定要先根据借钱的对象 预设一个上限 自己心理承受能力之内 基于对方遗忘表现 和双方感情基础的数额 然后 不要问借多少 而是问对方为什么借钱 为什么和借多少的区别在于 能够暂时转移谈话的中心 借多少是给自己挖坑 为什么是让对方展开话题 关注点在对方身上 而且一般借钱都挺突然的 用这个话术 给自己争取时间 捋清思路 也比不过脑子直接拒绝 或同意更好 二 听话听音 原则分明 让对方陈述借钱理由的时候 也要注意不要光听 不要把关注点 放在对方诉固和情绪宣泄上 要把重点放在借款原因的真实性 严重性上 毕竟是借钱 不是做慈善捐款 还是要以收回来钱为目标的 基于这个目的 首先可以让对方多说一些 小李和同事老焦经常一起吃饭 相处得很好 忽然有天 老焦找小李借钱 说是背着起伏炒股赔了 不好交代 想先借两万块钱把账补上 等发了年终奖再还 小李就细问了一下 炒什么股赔了多少 年终奖那点钱 拆东枪补西桥 到时候还是能被发现呢 问的多了 他发现老焦说的颠三倒四的 留了心 就没借给他 后来听其他同事说 老焦是网络赌博输了很多钱 细子正跟他闹离婚 再后来 老焦被解雇走人了 拉黑了所有同事的电话和微信 所以 让对方说理由 可以对事情的真实性 有一个基本判断 一般来说 借钱的理由有三种 其一 救急 比如亲人重病住院 或者其他几事需要用钱 其二 办事 比如买房 买车 孩子出国等等需要钱 不愿或者不能从银行贷款的 只能靠借 其三 补漏 比如贷的款还不上 紫金周转不开 或者捅了娄子赔了钱 在对方的陈述里 分析他还钱的诚意和打算 如果是有诚意还钱 一般会明确还款期限 有靠谱的还款来源 并会主动补偿一定的利息 写借条 找人做见证之类的补偿手段 如果只是一味地说什么 挣了钱就还之类的话 不妨多留个心眼 一般来讲 借钱的原则还是老话说的 救济不救穷 救进不救援 如果是治病救命之类的救急 在能力范围内是以元首是应该的 如果借钱的目的是投资或者消费 那就不要借 投资有风险 目的是消费的借钱 不管说的有多么冠冕堂皇 最终还是想把你当成无息贷款而已 救进不救援 也是只借钱要置根置底 如果是身边联系频繁的 能随时找到他的家庭 单位的朋友 那么还钱的概率更大 而如果是久未联系的朋友 亲戚不知近况 一开口就借钱 就是奔着钱来的 很可能连本金都要不回来 三 登门槛效应的反向运用 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 叫做登门槛效应 又称得尊进尺效应 是指一步一步地登台阶 达到目的 要先定一个小目标 在借钱的应用上 就是一个人一旦接受了 他人的微不足道的要求 为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 或想给他人前后一致的印象 就会接受更大的要求 比如有些教人 如何借到钱的文章会说 用登门槛效应借钱 需要借一万 就先开口借两万块 对方回绝后就借五千 对方大概率不好意思回绝 还会在内心有种愧疚感 所以就借了 一方面 在前面听的过程中把握重点 充分攻击 一定要先从情感上 让对方相信你很关心他 而你也有你的难处 然后结合上文提到的情感额度 在额度范围内 先找个比较低的 说就剩这么多了 再给对方提出解决办法 表示可以再多借一点 让对方心里有愧疚感 也给自己找台阶下 比如 像上面说的那位朋友 要借两万块钱 如果是买房钱不够 你可以说自己丈母娘 正好年初给小舅子买了房 自己也把钱借出去了 手托很紧 现在只攒了三千块险四方钱 差的有点多 之前认识一个银行做贷款的 可以提供联系电话 如果一定想借 也可以说 先把给孩子报夏令营的钱挪用一下 共借五千给对方 让对方感激 愧疚 到了年终 也有理由催着还钱 但不管哪种借钱 都要做到写签条 按时换钱 如果不能按时还 及时止损 合理为全 愿你幸福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时间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